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我们店里来了一台 安克赛拉的两箱的2.0的自动挡版本 这个车是已经被客户买走了 但是前两天我让小哥去问这个客户 我说能不能把这个车借给我 我想去测一下这个车在赛道里面的全速 结果客户没理我们你知道吗 那就是不愿意了 但是不愿意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 今天我就带大家去现场收一台2.0的安克赛拉 然后到时候我们深度的就体验一下这款车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 你干嘛非得收这个车呀 因为我们拍过了第一代马自达3 第二代马自达3 这是第三代马自达3 我就特想试一下这个2.0的 这边安克赛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实力 什么事 你又要拿人家下赛道 当然下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就是想下赛道 安克赛拉是真的棒 至少颜值上是真的 非常非常的好看 你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车是什么车况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 这个车其实整体还行我觉得 就是唯一的一次事故就是 这个轻微的坏 轻微的坏 然后四台店把全杆换 然后他说大灯坏了 大灯也都换了 关过来大灯 盖板 然后这个冬网 我看看 几个二的车给你看 这边一的板没有弱 一的板凉也没吃 这个车凉头倒是挺好看的 从这就能看出来 大凉啊 大凉对 你当时这么喜欢改车 为什么你不买一个安克赛拉的2.0手动呢 2.0手动 其实那会有那个 我特想买那两箱的 对啊两箱 其实第一点啊就是刚买车要买它的时候 其实想买的是那个思域 但是那会思域加价 哈哈哈 思域加价加价一万五多 其实我 我想说是很多 买安克赛拉的车主好像都是因为 思域加价或思域太贵了 所以转而买了安克赛拉 我觉得特别冤你知道吗 嗯 你说那会加价一万五 但是其实如果你买个两箱 首波的安克赛拉其实也不错 那会线车只有那个三箱 你这车制造年运是2017年12月的 我是 然后大灯是俩大灯 2017年11月的 你这俩大灯没换过 思域加价跟我说话 因为他特地给我打这个电话 他说你俩大灯坏了 你必须得换 然后我也没看过 后来我就没看 然后我在那个思域连的记录上 确实也有幻大灯 也写着幻大灯 但是你看啊 这个安克赛拉的这个车很好看 因为你看啊 你从这个角落往里面一看 他这里边有个标签 那标签 对那边也有 就是他上面标签上写着2017 11月1号 我还真看见了 对 然后连出场日记的时间都有7点22分出场 那是什么情况 那也就是说你这俩大灯其实没换 但是赛亚店说话 也就是说 他 你要挣钱了 对 他只拿这个项目去跟保险公司要钱 那挺新的呀他们 是不是 不这种情况太多见了 戴上海里边 有很多时候 你去看一台车的时候 这台车其实可能没有什么事 或者说没有那么大的事 但是记录里面很难看 那他这个影响我卖车 对 非常严格 嗯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个呢 我不说不好吗 哈哈哈 哇 你居然还是娜娜的粉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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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把它马赛各掉好吗 我说就是辣椒 对啊 后期把它劈成糖煮的啊 发动机 连七门水跟尔罗斯都没动 两年的车 发动机也没什么好看 对了 为什么你这车才两年 能跑出来七万多公里 我家住门通 然后呢 知道妙峰山吗 知道我们家就住那里 妙峰山啊 曾经开一台C63 输给了一台大众CZ 我知道 妙峰山离你们家有多远 离我们家几公里的 那也就是说你上班的地方 离你家很远 我每天上班一百公里 来回吗 来回 那一年三万多公里 这家周末处理完 没毛病 好吧 其实对于现代的发动机来说 这点公里是不算什么 但是他妈在卖的时候就是 这日系车这时候还没过磨河 我们来尝试一下不用骑墨衣 我来看看我知不知道 这车哪些地方喷过骑 行吗 首先这车顶肯定喷过了 你看 车顶的这个位置 这儿橡胶件 有白色的残漆 这就一定是这个车顶喷漆留下来的 而且这个环节 我跟车主没有提前串通过 我就想看看 我有差不多一两年没有大量平凡的去收车 所以我想看一下我的手头有没有退步 这个基盖子就光凭这个位置 拿手去拿你的内手掌去探一探 你就知道这个基盖子应该是喷过漆的 而且它有手柜裙子 汤它的这个内侧的时候也会挺粗糙的 这个没喷过漆的漆面 你用手去摸 就像少女的皮肤一样光滑 但如果是补过漆的 并且活不是很好那种喷漆的手艺 就是就像满脸褶子那种超汗的那种手艺 这两门子必然有一个喷漆的 从侧面四十五度去看 这两门子它的四叶是不一样的 这活做的够细的 门把手都看不出细节 它应该是把门把手拆了喷的 两门把手都没有残漆 后门 后门喷得起 没毛病 没毛病 后门 你知道从哪看出来的吗 这个位置油漆跟原漆是有断层的 所以说这个门子是补过漆的 而前面那道门都是没有的 后杠补过漆 后杠补过漆 这个 那就是后翼的板补漆了 对 后翼的板补漆 这两块有缩车 后杠事有补漆 我是鱼的 补漆笔 摸一下 整车的门开面还黑了 其实现在很多的三辆店跟修理厂 他们喷漆的手艺其实都还挺好的 我们做的都挺细的 你如果说在光线条件不是太好 情况下有时候真是不太好看 尤其像现在已经快六点半了 后尾箱盖没有看出什么空漆的捧续 这边这四道应该都没补过吧 左边都没这个洞 左边那边没有看出什么色差 但是我不想揭穿你 啥 有一个地儿就是没看出来 有什么地儿 后尾箱盖 后尾箱盖空漆了吗 真的 没看出来 一楼不是有阳台吗 就是他和我的车身高度差不多 就稍微把这儿蹭了一点 露了点底细 拿起来对一下答案 的确是喷过漆这个位置 一变漆183 它是这上面这一层和这一层 这两个面喷过 一比七年十二月出厂的一个车 但是它的玻璃是19年的 所以前挡风玻璃换了 花点时间我来试试这个车吧 大家在买二车的时候试车啊 你就可以先看看这个车仪表里面的灯 都亮不亮 比如说安全气囊灯啊 很多的这个发动机的那些灯啊 它亮不亮 因为如果说有一些灯它不亮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人家卖车之前 就把那个传感器给拆了 比如说有些车 它安全气囊故障灯亮了 但是它这段时间在卖车 所以它直接就把安全气囊故障灯了 可能直接把这个整个屏幕拆掉 然后用黑胶布把那一块贴住 那你没有注意看的话 你可能就不知道 那你试车的时候呢 嗯 你可以把速度跑起来 然后把手离开放开 然后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车能不能跑直线 或者说 跑起来它抖不抖 然后你可以重踩一脚刹车 然后试一下它抖不抖 而且车辆的抖动它其实分好多种 比如说你到底是加速的时候抖 还是刹车的时候抖 还是到到了某一个转速区间的时候抖 这个其实都需要经验和学问 比如说加速的时候抖 那就肯定是半轴出问题了 日常就抖呢 那可能就是那个车轮的那个轴称出问题 刹车的时候抖呢 那说明很有可能是刹车盘磨损过度了 或者变形了 然后其他的更复杂的情况呢 就要根据现实情况去判断 总的来说呢 我今天看的这台昂格塞拉呢 开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公里数大了 而且呢表面補漆啊 基盖拆卸啊 换个玻璃啊 这些小事 但是这些东西可以作为砍价的依据 那一会呢 我就跟车主手拉手 好好的聊一聊这台车 正确的行情到底应该是什么 你跟着这些车你要卖多少钱 你那天我找人看过就知道 然后就是某平台给我刮碗巴 八碗巴你要能就是你和它一样 我就也不找它看 你要能拿你就开走 说实话一开始你跟我报这个秋框的时候 当时其实我心里想法是八万 因为你的车改过 然后基盖子也拆过 前的时候放过杠子什么 虽然都不是什么大事儿 但是你卖的时候 总归要比那些精品车要稍便宜一点 才能吸一码价 八万这个这个价格 我觉得还是低于我心里一致的 我觉得接受不了 那你要多少 我也不是说非得也说八万八 就和那个某平台一样 但是八万我觉得确实低了 因为这个车刚才你也看过 是有空气 但是大体价肯定是没有大的 就这样做嘛 八万五你要是觉得行 你就开走 你今天能交车给我什么 我您交车给我 那你再帮我过户吧 行吗 过户得多少钱 几百块钱没多少钱 几百块钱没什么 行 那算是这么说好了 明天过户好吗 我还原之后等 OK 首先来简单聊一下这台 安克塞拉的一些优缺点吧 先说缺点 这台车的中控的异响 我鉴定的那天我就知道 它应该是比较多 因为这台车它中控的一些塑料件 中间呢 居然还有一些海绵 这个海绵呢 就一定不是原厂做出来的东西 一定是后期车主 因为这个塑料件和塑料件之间 异响比较大 所以它受不了 因此呢 在两个塑料件的中间呢 放了几个海绵 而且这个海绵突出来了 原厂不可能是这个做工 虽然马达的做工呢 一向是被大家吐槽 是相对的 不是那么精细的 然后第二点呢 是它的这个原厂的真皮 居然后座 居然是直接用拉链 还可以开缝的 而且它这个拉链的这个 呃 线头啊 那些东西就直接搭拉在外面 真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过原厂的真皮 做工 这么的随意的 第三点就是这个车的油漆比较薄 然后噪音比较大 你走在高速上面的时候 基本上主驾跟副驾之间的交流 声音还要再比现在我的口吻 还要再提高几个分贝吧 要不然会相对比较吵 而且胎噪风噪都挺大的 不过没办法啊 AG车这个级别里面 就没有几台车隔音说特别好的 本田的隔音可能比它还要更次 它的优点其实就更简单了 就是马达这个品牌一向以来的 三大件的品质是做的非常的好的 而且这一代的2.0的创持蓝天的发动机 加变速箱它们之间配合非常的好 然后它的油耗也很低 而且最牛逼的是它在非常非常高的 压缩比的情况下它可以加92号的汽油 这台车此前的7万多公里 车主一直加的都是92号的汽油 对于动力有没有什么影响 这个不好说 但是这台车它是厂家 直接就在说明书里面就写上 这个发动机可以在中国使用92号的汽油 所以它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对马达这个工厂 还是有些许的敬佩吧 就是因为在如今这个小排量 涡轮增压大型其道的这个时代 它们还在坚持做自然吸气 并且把自然吸气原厂的引擎 在保证耐用的这个情况下 把它几乎是挖掘到了极致 它们把压缩比这台车没记错 可以做到了13.5吧 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压缩比 但是在这么高的一个压缩比的情况下 它依然保证了这台发动机非常的耐用 口碑也比较的好 小毛病也不是很多的这种情况 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不过讲真啊 这台车的动力 虽然你在日常开起来的时候 不会觉得它很肉 其实它低牛也挺充足的 但是不会给你任何的亮点 当你进行极加速想超车的时候 它的发动机会很高亢的咆哮起来 然后你超车呢 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你只要敢踩油门就OK 但是它的动力在这个级别 占不到什么太大的优势 尤其是对比起本田思域的那台1.5T的乌轮机 不管是这台车的绝对动力 还是日常开起来的那种从容感 以及这台发动机以后的动力提升空间 还是赛道的圈速 安格赛拉基本上都比不过思域 还有一种情况是我身边很多朋友的真实情况 他们说之所以买这台安格赛拉 是因为思域加价 等车服务态度不好 所以买了这台安格赛拉 因此呢 这部分朋友 他并不是被安格赛拉的真实的硬实力所吸引 而是因为竞争对手太恶劣了 所以进而选择了这台车 所以总结起来呢 马达安格赛拉它一定不是一台烂车 它一定是一台好车 但是尴尬的是 马达是一个向来就标榜运动的一个品牌 但是呢它的运动性在这个级别 其实讲真不是太突出 都拿不到顶尖的水平 至少它动力上就比不上思域 而且一直以来马达标榜运动 但是从第一代马达3 第二代马达3 第三代马达3 包括马6 其实讲真的运动性也就那样 它其实就是一个走运动风格的 或者标榜自己运动的一个家用车 它可能比一般的那些特别买菜的车呢 要稍微运动那么一点点 但是呢它的底子它的骨子 终归呢还是一台家用车 因此在没有做任何改装的情况下 你不要寄希望于它能带给你多强的刺激感和运动感 不太现实的 它就是一台家用车 供举说相对的比一般的民用车 用的频率要相对比较高一点的这种车 它值不值得买 然后它改装过值不值得买 我认为是值得的 就是因为这种车其实它虽然改装过 它无非就是把它的避震啊 轮毂啊 这些东西拆了一点 然后再重新装一遍 其实这个根本不会对车子有任何的影响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两年跑了7万多公里 确实是比一般的家用车多一点 但是你要想想 在这样的车呢 它流入了到市场 它肯定要比那些 两年跑了两三万公里的这种车 要相对便宜一些 所以我觉得综合来说 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碰碰这种车 如果你不是一个特别追求完美车况的一个朋友呢 我觉得这种车就挺适合家用的 因为以现在的发动机的制造的精度来说 满足这样的里程的需求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就是当然你如果追求完美那OK没有问题 你多加钱去买那种特别精品极品的车没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像这种A级车就是最广大的一个A级车 其实我觉得大家在买二车的时候没有必要过分的一定要追求那种特别原版原漆 特别极品的车况真没必要 你将来卖车的时候的确能给你多卖一点点钱 但是你买车的时候其实你买的也会相对比较贵一点 一样的道理 那么OK 本期的汤主聊车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聊 拜拜